我們現在迷路了 因為我們每個人Google Map的定位 都在海上面 摸摸 反正就繼續找找看吧 找到了 10月份我們不介紹咖啡廳 我們要介紹 賓果市 全部小金門裡面 我最想最想來朝聖的地方就是這裡 我上次就看到那個 KINGMANTRAVEL的IG裡面 他就有PO了一個 魏里冰 魏里冰就是可可粉加上剉冰 然後我就覺得很特別 就一直很想來吃 而且他的招牌啊 還有他店裡面的設計 就是很像是以前的那種建築 我覺得裡面的那個風格我很喜歡 所以這一次 我就把咖啡廳改成介紹冰果市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今天我們來朝聖已經30年未開幕 而在去年才重新開張的 嘉年華冰果市 在兩岸戰爭時期 這裡曾是一條熱鬧又繁華的商街 至今可以看見已經有許多的店家都關閉 已久沒有再開幕了 嘉年華冰果市的前身是老闆的 阿公阿嬤所經營的理髮廳雜貨店 至今老闆保留了原本的招牌 以及傳統建築的元素 打造了一個空間延續小時候的記憶與味道 以前的酒阿 然後一些罐頭阿 萵具罐頭 這個是什麼 那種黑膠唱片吧 火柴然後跟扇子 不知道是什麼扇子 割扇子嗎 對啊 黑龍特工會是以前的 沒有別的包店 喔 缺了以前的衣服 好 我們現在要上二樓去看這邊的環境 除了吃冰 這裡有時也會舉辦一些活動或是展覽 來增進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好 他廁所在二樓 我們進去看一下他廁所的感覺 他廁所都是那種 以前在阿嬤家看得到的瓷磚欸 外面還有一個陽台 然後陽台上面都會有一些以前的瓷磚 他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水果系列的 這邊看出去 這一整條街 都是那種以前留下來的建築 這是他們的菜單 紅餅牛奶 他裡面有兩個餅欸 這就是我點的味禮冰加地瓜圓 我真的沒有想過可可粉可以跟剉冰這麼的搭 而且當冰融化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喝冰巧克力牛奶一樣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味禮冰呢 因為我當初看到它上面撒可可粉 我覺得實在是太特別了 那味禮冰的由來就是 正因為老闆娘她是味禮女中的 味禮女中一直都會有個傳統 因為女校館很嚴 然後他們也不能帶什麼零食 但是莫名其妙學校就出現了個剉冰劑 就會帶可可粉 然後直接把可可粉撒在剉冰上面 有沒有讀味禮女中 我們覺得有種很共鳴的感覺 剛剛呢 冰果市的老闆推薦我們來到這個 他認為是全小金門最美的沙灘 雙口沙灘 然後他這邊呢 又離廈門更近更近了 這邊有一個免費的望遠鏡 是可以直接看得到廈門人的 真的有看到廈門人嗎 有啊 真的喔 相機看一下 相機看得到嗎 我看到 喔我看有個船在開 船上有人 喔大樓好近喔 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實驗 聽說晚上這邊的夜景會超級美麗 喔廈門的夜景出來了 那其實金門的咖啡廳選擇沒有那麼多 那我上次就是有找到一家 我自己覺得非常有特色的順田咖啡 然後是因為呢 我距離要回台灣的時間 大概只剩下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我又從來沒有來過小金門 所以趁前幾天就趕快來一下小金門 然後查一下小金門有什麼特別的店家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IG上面 就有介紹這一間加年華冰果市 我就覺得超級特別 然後我又很喜歡那種很復古風的店 所以呢我就想說 嗯那10月份就從咖啡廳改成冰果市 反正就是 重點是吃東西嘛 不用計較那麼多對不對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在這支影片下面幫我按個喜歡 那也歡迎呢 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你有沒有自己特別喜歡的咖啡廳 可以推薦給我 我之後的每個月呢都會找一間 我覺得很值得拍攝的咖啡廳去拍攝 最後呢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小鈴鐺 好我是林軒下次見 掰掰 廈門的夜景 出來了 可惡我相機沒電所以我只好用手機拍 這些畫質沒有很好 這是畫質沒有很好 對 有兩人在那邊 有兩人進去 沒有兩人進去 沒有兩人進去 全跳